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毛孟静期间要求点算法定人数 15分钟之后 总差一个人才够法定人数 我现在宣布 又会 开会大约一个钟就留会 除了主席梁军燕 会议厅里面有33个议员 其中32个是建制派 缺席的7个建制派议员 其中行会成员 劳叶强要出席19大广座 经文联梁美芬 向立法会申报不在香港 民建联罗国分就说 当时正是接受访问 陈恒彬正是出席电台节目 自由党张与人不在香港 新闻党容海恩 在区域法院 唯一中案件做检控工作 非建制派几乎全部缺席 只有点人数之前 发言的民主党王俊宇在席 非建制派说点人数是集体决定 短期目的是不让建制派 修改议事规则 这场仗不单只是牵涉到 我们立法会会不会继续有力量 去继行政府做一些伤害市民的事情 你昨日定了 你不知道呢 因为你没有出席法团会议 大厦公用部分 业主是有责任一起管理的 当法团讯意重要事项时 业主应亲身出席和投票 保障自己的卷役太拖业 大家都看到了 由昨天答问环节之后 就一直讲到现在 就足足讲了 七个小时有多了 其实真正的目的 我相信 就是拖延议会的时间 为了阻研议事规则修改的议案 就去到立法会被讨论 立法会十月复会之后 去到现在近两个月 开了八次大会 除了三次涉及发表施政报告 答问会 或者相关的辩论 其余时间通过了四行议案 主席梁君彦期末下个星期不再留会 他们是受到公众的格局的 我们希望可以能够尽职的责任去开会 建制派早前建议修改议事规增 包括扩大主席权力 可以决定留会之后 几时复会 亦都可以整合议员修正案 并提高提出情整宣门栏 由20人增加到35人 无私电视记者 李翔天不诺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冷用来香港 讲解十九大报告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和政府高层官员等等 大概200多人出席 中央宣港团成员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用 认特区政府邀请 在政府总部会议厅出席讲座 讲解十九大报告 出席的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政治委任官员 行政会议非官首议员 和政府高层官员 大约有240人 中联办主任孟子民也有到场 主张有关香港的内容 讲座历时两个半钟头 有出席的行政会议成员说 冷用在会上 主要解释了十九大报告的内容 我觉得深入淺出 真的有方法 我们去了解这个整体的报告 和它和现在国家的发展的关系 我想几十岁人还讲洗脑 还被人洗得到脑 很难讲得过去 我自己觉得 各种的政反理论都要听的 都要他自己去分析 我自己去分析 另一名行政会议成员 叶刘淑书也就引述 王志文的发现 说要处理好六种关系 包括一国与两制的关系 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的关系 港人和代地思维不同的关系等 直提到三年前的召力行动 王主任就说 在战兵之后 看到广场上 那么多年轻人 离开家 在个帐幕里 他都很同心 他觉得青年人对国家有些误解 是出于教育的问题而已 对国家的发展 各样历史传统 都缺乏全面的认识 每名出席者都获中联办派发印刷版的国家宪法和基本法 和十九大报告等 林郑月娥早前说过 由于十九大的报告是涉及港澳的部分 所以政府是按以往的做法 主动邀请中央安排最适当的人选来香港讲解 政府在会后发新闻稿 说十九大对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同时对香港十分重要 十九大报告有直接和香港有关的内容 包括明确指出 中央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今次的讲座 有助特区政府官员理解十九大的精神和报告的内容 有利于特区政府的工作 无视电视记者张家豪报道 荔枝角度夜晚发生三车相撞 十七人受慶上 现场是荔枝角度长生环警署对出 夜晚大概九点发生车祸 涉及私家车、离乘车和巴士 其中巴士的车偷损位 党风玻璃碎裂 部分伤者在路边接受初步治理 有人头部受伤 十七个伤者里面包括一个男子 全部轻伤 都被送到明博医院和玛加烈医院等多间医院 受到车祸影响警方封闭部分的路线 往美肤方向的交通制止 民政事务局前局长何志平 在美国纽约被好贵露非洲官员案 下个月再提堂 何志平涉嫌代表一间的中国能源公司 贵露非洲官员换取石油的开采权 目前仍然被当局拘留 对于何志平被指贵露乌干旦外长傅泰萨 乌干旦政府否认指控 说傅泰萨和何志平的交往 借限于傅泰萨登任联合国大会知识时候 履行职目的需要 所以暗示或者推断傅泰萨贪污在行 而同案的蔡内加议前外长加迪奥 有报道说他有申请保释 但未获法官批准 不认为傅泰萨 台湾新北市造成九人死亡的公寓大火 警方拉了个涉嫌中火的缅甸华桥 市政府说要严惨空房建筑 追台湾记者高国强不得 公寓起火之后 有住客抵受不住高温 想爬窗逃生 消防港道架起长堤警告 现场是新北市中和区 一同五层九屋的公寓 昨晚8点多 四楼首先起火 迅速蔓延至上层单位 170多名消防员参与救援 大约1个小时后将火构式 警方拘捕一名49岁姓李的缅甸华桥 怀疑他和四楼另一名缅甸华桥逢客真真 星期三明晨买汽油 到晚上到公寓梯间中火 随即离开 他今年已经有两次的中火前方 但未未扣下 房东下午返回火墙协助调查 焚烧的四楼和五楼间成25间劏房 部分出租给在台湾打工的东南亚华桥 当局认为劏房耳目更加令火势蔓延 部分违规建筑焚烧之后堵栏 亦阻外住客途生 研查之后对于这一类的建筑 我们要严格的关联 深北市政府表示 出事的公寓是1976年起后 四楼是合法建筑 而五楼是违规定陈嘉业 市政府将追究相关责任 无线电视驻台湾记者有忘记者 最后回来会觉得 七个警员扭打征建签案 上诉庭处理其中个人的上诉议行申请 压后裁决 众国批评澳洲外交白皮书 有关南海的内容不负责任 美国国家女子体操队前队衣 涉嫌性侵犯 郭八哥体运国员 包括奥运体操根派特主 无论獵 军队前队背误 最初吩咐 爸媽有扣福,全家都舒服 無人無事敢吸 喉嚨掌機失去打 喘到上次見不到客氣 長期吸喉喘,三種正常,一個客飯 補肺丸 補肺丸,補肺丸,養霧結牌 補肺丸,補肺自吸喘 使得吸喉喘,你需要補肺 補肺丸,補腳肺功能 補肺,專制版波,咳,探喘 補肺,庄,做事有理 脹頭不開,就舒服 很好,守閘器 養霧結牌,補肺丸 封修,吐 呂封修,吐 鱗封修,吐 頸椎,腰交通,吐 爲何化化得不通 實氣去打 就会反腹痛 濕气侵入骨骼关节 積狗食鼻 中脚 鞭形 凳出 行通反腹 除湿鼻 止疼痛 快用草青麻牌医生 止疼膠囊 十一味水中药总放 開左 除鼻 驱除濕气 草青麻牌 除湿又止疼 好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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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 风湿 雷冬湿 頸椎 腰盖盘 快用草青麻牌医生 止疼膠囊 除湿止疼 你现在肯定能不能上市 後退 你两个月后变化粧能 我不是很可能 向中国钮 慕 improvements 阿姨你不是给我 是我 你 入俗 又在我 烦泉 希望他们可以 答案 好痛啊 你这点 правильно 你们既然有余文 有总言 不一位 太 neighbour 我看你 不一位 要就是曼强帮我 向我讲情 被警示防防 你身也没有失筷 继续 ako入爭鎮 入爭鎮後一輩子 都跑 cúi 我們全新處境喜劇 開心觸遞 晚八點 肥於最內 最後新聞時間 七個警員串領行動期間 暗打爭建招案 割被判監兩年 公立法院上訴庭先處理時任總督察的黃祖成上訴許可申請 押頭裁決 黃祖成繼續目准保釋 案發時系總督察的黃祖成就定罪和延期申請上訴許可 他和另外六名警務人員 二月被裁定佔領行動期間 襲擊公民黨前成員曾建超 聚成 割判監兩年 之後七人提出上訴並獲准保釋 上訴人一方表示 後方呈堂的無線新聞片段是從網上下載 真確性傳言 而原審法官接納相關片段 呈堂門檻太低 因為普通法下沒有清晰案例支持 原審時亦都沒有傳召拍攝片段的攝影師作供 只是傳召不在場的新聞部高層黃往海作供 認為控方舉證未能置毫無合理疑點 而原審法官以其他影片去證明 無線新聞的片段真確性的測試也不正確 律政司一方說 本案證據直接清晰 當日其他傳媒也有拍攝 無線新聞的片段清楚拍攝襲擊過程 透過比較各片段和相片 不用傳召攝影師同情想原裝片段 亦都可以證明襲擊過程的片段真確 上訴庭副庭長林明高問上訴人一方 原審控辨雙方有沒有要求原材料 上訴人一方答 當時雙方沒有提出 又問在沒有律師提出情況下 法官是否要行使權利要求呈交原材料 上訴人一方表示 無案例未能回答 林明高說 原審控辨雙方都是資深大律師 為何原審時都沒有提出 又說由法官提出 建議或斑令 做法不尋常 上訴庭押後裁決 黃祖成獲准以十萬元現金繼續保釋 無線紙機者 隨自然的 港股結束迷續5日的聲勢 一度急跌線發點 失手升萬點的關口 在難地股市拖累下 港股由升轉跌 行指早段曾經升過百點 但高位又阻力 午後跟隨內地跌勢加劇 失手三萬點的關口 最多更加跌409點 收市就跌295點 報29707點 成交1358億 幾隻重榜籃籌股的股價都向下 港股所在創超過兩年高位之後回吐 收市跌超過百分之二 中資金融股有股壓 平保跌近百分之四 公行跌超過百分之二 部分手機股和科技相關股也都捱沽 水星科技跌超過百分之四 由九倉分拆上市的九龍倉事業 第一日掛牌收市遣守五十元大關 至於九倉也都偏遠 股價這件事留下市場的決定 最重要就是市場滿不滿意 如果你將好像暫時原來的股價 將兩家公司加起來 保持給我們支持的股價 上又好像高了一點 吳天海說 分策主要是為投資者提供選擇 集團暫時沒有轉一步重組計劃 無線議事記者呢? 不願意不得 行跌超過夜市積越來升了 四十八點成九是一萬二千幾張 歐洲股市方面 三大指數個別發展 至於美股就是價格優勢的 澳洲發表外交白皮書 看到美國應該在亞洲建立強大價存在感 被警告中國持續增強的盈利力 西國經外交部說白皮書在南韓問題上 特別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 澳洲總理特恩布爾和外長北曉浦 在首都坎培拉發布這一份一百一十五頁的白皮書 可畫出未來外交政策方向 當中指出失去美國的參與 國際秩序的高效和自由將會受損 白皮書呼籲美國繼續在亞洲地區發揮影響力 建立強大的存在感 並控制同堂合的盟友加強合作 對於另一個大國中國 白皮書歡迎中國在區內 以至國際事務負起更大責任 希望加強兩國合作 但亦同時指出中國影響力提高 改變印太地區勢力平衡可能帶來風險 很大機會在南海問題上反映出來 白皮書同時對中國在南海爭議水域 大規模填海活動表示特別關注 特恩布爾強調日後制定外交政策 會受美中左右 在北京外交部批評白皮書有關南海的部分不負責任 我們也注意到這個白皮書實際上如果通讀全文 它總體是積極評價中國的發展和中國關係 但是確實是在南海問題上發表了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 我們對此描述關切 法庭人說澳洲曾經反覆表明在南海問題上不遲立場 呼籲澳洲方面確守承諾 不要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 武士迪斯記者等意見報道 美國三文市政府決定接受東地民間團體 捐贈的慰安扶著 由三文市華裔和韓裔團體捐贈的慰安扶著 坐落在唐人街附近 今年9月來帖幕 市議會上星期一次通過決議 接受這座象徵意志時期 在中國朝鮮潑島和菲律賓三地 造日軍強徵作慰安扶的少女雕像 三文市華裔市長李孟賢 東地星期三清除文件決定接受捐贈 日本大阪市長說 考慮解除雙風友好的食事問題 已下台的中班部委前總統穆加貝 據報將會繼續享有刑事豁免權 即是說他面臨議會彈劾 才是了解到自己大誓而去 在津巴部委長權三十幾年 穆加貝在官方遠禁和面臨議會彈劾之下 最終致願辭職 政府消息透露 一直拒絕下台的穆加貝直到議會 星期二展開彈劾會議 才了解到自己被執政黨遺棄 更加會在不體面的情況下下台 最終同意交出權力 向議會遞交辭職信 消息說 93歲的穆加貝希望留在國家度過餘生 他絕流亡國外 並且要求繼續享有刑事豁免權 他亦都留意到外界對他太太格雷斯的特事態度 要求保障他和家人的人身安全 全部已經獲得有關方面答應 要求穆加貝下台的聲音一度響遍首都哈拉雷 但是對於帶領國家獨立已經連邁的穆加貝 不少人仍然留有一肢同情 認同被他安穩過生活 至於即將接替穆加貝入主總統府的前副總統 穆蘭加古亞 將會在星期五宣誓就任 他早前在集會上更加高呼 國家正是進入民主新時代 不過他擔任穆加貝副手的時候 被指有份參與打壓政敵 違反人權和民主 至今一直被美國制裁 禁止他入境美國和在美國的銀行開設帳戶 無線電視記者陳雅正報導 有時回來會說一下 擺在政府場地的自動售賣機 出演二月底開始 停授春中水 我認為他是一個獅子 我認為他對我和其他人做得很嚴重 對我國家女子體術隊前對衣 承認性侵犯的女人 未能至少雜誌連隔 她都 Ax tiempo 對我來說 説自己的外角 就隨著要隨著身體 從оры到處有零件 然後我發覺 只有他香港和經濟體 後onda的主案 盡惠所用的西洋芭 石空丹桑三層 骨骑下的最月順暢 東床下草 海馬靈芝濃湧 西洋芯之洋芯 芝洋芯草 奔馴入尾 進出有保障 就是好芯草 益愛寧願 因為藥材名貴 功效確切 由香港人進入尾 獲批國藥准之後 授予治療判身上的國家法名專利 判身兩專利量一萬年 大便肝 排便費力 用香丹青 排便時間長 排便量 用香丹青 便貝 肚子又硬又長 還是用香丹青 香丹青排摩爾加牛 一火一葉一旺期 草本配方 為長度加把勁 經常便貝 應盡 向彈青 專注長度健康十五年 上了年紀 經常便貝 用香丹青 經常便貝 覺得有力也能出動 用香丹青 去廁所也不敢用力 就怕出什麼大問題 都是用香丹青 便貝 經常便貝 應盡 向彈青 向彈青排 勿熱交流 草本配方 潤腸通編 便貝 經常便貝 應盡 向彈青 無人無事敢咳 喉嚨 喉嚨 喘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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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種症狀 一個方法 保肺軟 保肺軟 養毛激排 保肺軟 保肺自咳喘 洗得咳 喘喘 比喘喘 製得滿意 欠餘 且有 阿~~ 啊~~ 有一個成年男人 是可不可以跳過今日台 游出這一點 劉鋼 阿豐 他是否便到了 sunrise 你之後 拉著我上來 阿豐 天啊~~ 阿啦~~ 阿 那我究竟做了什麼 惹我 你沒有錯 人呢 你好臭臭,我不想再做你 給我一個拘殼 是 回來最新新聞 政府推動沿途減肺 政府場地內的自動收穫 明天2月底停售津窗水 適合大約一千五百多部的收買機 做完運動,當日要補充水份 政府閣下運動場館的自動收買機 都有瓶裝水出售 但遲些就不會買到 環保署說為了減少使用積氣膠水瓶 明年2月20日起 內設的自動收買機 將會停售一公升或以下的瓶裝水 我通常自己帶水 即是減了一些瓶裝水 它相反地可以加多些水機 不方便 我們都是希望做完運動 立即可以買到飲品 已經很多東西拿 你看,學東西有整袋衣服 你還要拿到一、兩樣 我覺得不方便 不過售賣機的其他瓶裝飲品 就可以繼續賣 據了解,當局今次的做法 是考慮到場地裡面 有飲水機等其他替代選擇 至於政府其他場地 包括表演場地 政府合處、公園、郊野公園 公共交通交會處和渡輪碼頭等等 內設的自動收買機都會停售瓶裝水 除了政府 港大和浸大今個學年 也在校園禁售一公升或以下的瓶裝水 而政府早前也發內部指引 要求部門舉行活動的時候 避免用塑膠瓶裝水 無線電視機者 陳兆恒 報道 海關搜查進口郵件的時候 發現藏有懷疑可卡因的郵包 拉了一個男人 海關星期二在機場抽檢 一個由南美玻利維亞進口的包裹 報稱是金屬滑輪 外關認為有可疑 拆開檢查之後發現 金屬的表面對可卡因呈陽性反應 招防協助破開那個滑輪之後 發現當中有暗隔 裏面有可卡因 重大約2.2公斤 約值大約2百萬 經調查之後 海關在青衣以涉嫌販賣危險藥物罪 拘捕了一個29歲 報稱是保險經紀的男人 並將他押返去住所調查 海關說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美國國家女子體操隊前對醫 質疑性侵犯超過100個年輕的女運動員 包括幾個奧運體操金牌得主 他在法院承認性侵犯7個女人 面臨至少25年的監禁 有曾經被侵犯的金牌女 還直斥被告是禽獅 被告是54歲美國國家體操隊前對醫 納薩爾 他在美國體操協會工作30年 並曾經隨隊出戰4屆奧運 亦都擔任過密歇根州州立大學的隊醫 他涉嫌在1998年至2015年間 在大學診所和家以借檢查身體為名 性侵犯7名年輕女子 當中6人是體操運動員 他星期三出庭 承認多項一級刑事性侵犯罪行 說對行為感到後悔 法官直斥他行為可恥 有違醫生誠信 你用了你的信心 你用了那種信心 你用了那種信心 最壞的方法 以罵犯孩子 有美國傳媒報道 納薩爾多年來性侵犯超過130人 當中包括多名美國女子體操名將 在倫敦奧運女子團體體操和跳馬項目 分別奪得一金一銀的馬羅尼 承認曾經遭到納薩爾性侵犯 而兩位在倫敦和李若奧運體操項目 各自奪得三金的選手道格拉斯和拉斯曼 也都承認受害 拉斯曼更加開刊直斥納薩爾是禽獸 我認為他是一個獵犯 我認為他對我和其他人做得很嚴重 這比我更大大 納薩爾現時面臨最少25年監禁 將會在下年一月判刑 美國國家體操隊發聲明說 對於有運動員受害感到遺憾 強調早在去年5月接獲受害人投助的時候 已經向聯邦調查局報案 並且將納薩爾解僱 美國奧委會對有關罪行表示厭惡 又讚揚受害人勇敢面對 無視電視記者黃鎮陽報道 體育方面香港公開與務球錦標賽 港隊的成績是怎樣 南隊代表在南丹的16強全部出局 其中五家朗被林丹反勝 紅心的五家朗前屆同樣的16強 曾經淘汰林丹 還要直落兩局 成為了林丹殺手 這場首局都有驚喜 初段帶著3、4分 雖然中段被超前 最後都贏了21比17領先 第二局仍然暢順 領先過6比2 一下對角 令林丹沒有反應 不過到10比8的時候 他連七、4分 形勢被逆轉了 對角林丹當然都會 這個世界第六日國家代表 上輪打了超過1個小時 反勝泰國球手 五家朗落朗 他先以21比18追平 到決勝第三局 林丹再扯落後幾分之下追上 今場就用了1個小時6分鐘反勝 人多一局22比20 局數2比1入8強 終於替石宇琦上演國家隊內控 馮心的石宇琦是淘汰 另一港隊代表黃永琦 黃永琦一度追平局數 不過最後再輸19比21 決勝分非盡都沒辦法 16拳止步 連同藝男比利中衛反勝 綁隊在南丹全局出局 《暴昇志》記者請分見報道 另一個我講到代表 葉佩賢在女丹同樣難逃出局的命運 上場要打足三局反勝對手晉級 黃三的葉佩賢 這日就要硬撼3號種子 南韓的城池遠 第一局大部份時間是處於被動 葉佩賢賽後說 今場所用的球和上場很大分別 今日的球速很快 要再花多點時間去適應 不過他在落後9比15之下 打出黑妹精神 連追6分 之後更加逼到凋視 葉佩賢就說 第一局從後追上的氣勢 原本都挺好的 不過打到凋視 我心急想贏 葉佩賢最終連輸兩局 22比24 和11比21 次圈止步 紅衣的鄧俊文 和謝景雪 就打進去運雙八強 這一隊世界排名第九的組合 上個月贏得丹麥公開賽 今天打了30分鐘 之後直落兩局21比13 套泰南韓的金元號 和新星站 看看澳籍了 紐卡蘇噴射機在主場 反勝物以本勝利 白心的勝利上場 踢到第七輪 終於贏到了 爸爸路西斯5分鐘開紀錄 高球下來一踏地 他半窩裡拉遠處 噴射機上場就首次輸球 今場缺少澳當勞雲 無哀重新起飛 佐治夫斯基14分鐘追成1比1 令勝利形勢更加惡化 是被侵犯的米利根沉住器 起身用頭報復 下場是更加淒慘的紅牌 勝利28分鐘開始踢小角 8分鐘之後 噴射機就憑一次傳蹤 納博特中間接應 37分鐘反超前2比1 換邊後再靠著卓比尼斯 在閘位射入地球 75分鐘拉開比數 加上柏拉道士壓下去 傳到尾處的納博特 攻入今場第二球 噴射機反勝4比1 無線紙記者一旦分結報道 香港是我們的家 人人都可以是也得 請進香港 人人 誰啊 我是法團通告 通知你 接下來要請新的清潔 公司睡眠系統特略 公司睡眠系統特略 新聞檔案 是由公司審據贊助 已故的警務署前署長李君夏 退休前休假未結束 就加入詳實集團做顧問 被質疑違反規定 重溫95年的報道 公務員事務司司組長說 至現時為止 還未收到前警務署長李君夏 就他去年7月卸任之後 擔任私人機構顧問一職的解釋 他仍然不肯評論 李君夏有否違反規定 但我昨天已經在立法局 說得很清楚 我們會很著緊地 去跟進這件事 我們這個工作正在進行 而港府消息人士透露 政府今天已經去信給李君夏 要求他作出解釋 報警司陳方安生 早上向立法局表示 高級公務員在退休前放假 如果要在外面工作 必須向政府申請 首先 我們要搞清楚事實是怎樣 根據那些事實 來決定看看 再出甚麼跟進的行動 可以向楊議員保證一點 規例是很清楚的 如果是有犯例的話 我們會認真處理的 他又說 政府會看下申請人的新工作 跟他在政府所做的職務 有沒有衝突 才決定是否批准 雖然李君夏在去年7月 已經卸任警務處長 不過由於他有三百多天的假期 所以正式脫離公務員的行列 會是今年的7月